正当各界聚焦起流感疫情 中共媒体在昨天发表了一篇独家调查文章 罕见的深度揭露早在海外恶名远洋的人间恋狱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这篇长达2万字的文章立刻引发网民快速转载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媒体上 公开法轮功学员14年来所遭受的血性迫害 4月7号 中共媒体发表了一篇独家调查文章 走出马三家 文章中多名亲历者自述 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遭受惨绝人寰的迫害 大陆各大门户网站迅速转载这篇长达2万字的文章 马三家的恶行震惊大陆民众 知名博主石飞客在微博说 这篇报道终于把长期以来 被视为所谓境外反动势力恶毒造谣攻击的材料 或真假式白纸黑字的摆在国内媒体的版面上了 明慧网从2000年至今 发表了8000多篇文章揭露马三家的罪恶 报道说 在马三家所使用的近百种酷刑中 最残酷的是称刑 以导致几十位法轮功学院被活活折磨致死 身体伤残或精神失常 这些事情我都经历过 也看过也听过 就是我身边的有些同修啊 那比他们还严重 因为他对破坏法轮功 他是肆无忌惮的 江泽民有三个大死上自杀呀 这些活发什么事 对法轮功更加厉害 所以我看了我都忍不住 也没一直在往下流 辽宁法轮功学员李靖指出 现在国际上都知道 中共的劳教所监狱在迫害大法弟子 火摘器官也被曝光了 所以现在中共改变了迫害招数 石飞客认为 这个报道让这个庞大群体的不幸遭遇 第一次进入公共视线 新常人记者李韵丁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